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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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动星星的翅膀 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无情言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前手提起就不哭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虽然有着风 你给我勇气 被我拿下没指定 你给我勇气 去忘记神秘 你拿前方的路 我家翅膀飞 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 只要相信 相信就有奇迹 你给你 回到星星的翅膀 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无情言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前手提起就不哭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虽然你这风 你给我勇气 飞光 那家美是你 相信我爱 就有奇迹 我情愿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牵手 一起就不停 相信我爱 就有奇迹 虽然你这风 你给我勇气 飞光 那家美是你 有爱 就有奇迹 无情愿放弃 只要打开眼睛 手牵手 一起就不停 相信我爱 就有奇迹 就有奇迹 虽然你这风 想起飞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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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日开始之前 我们一样有一些简单的消息报告 首先感谢今天早上成人主日学 所以我们的Andy哥继继续为我们讲解了参与社会关怀的教会 也回顾台湾长老教会关怀社会公益的历史 感谢大家的参与 共同讨论这个重要的议题 下礼拜天 3月28号 一样早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 我们再次邀请到郭耿为老师 继续他深受欢迎的探讨神与人的对话讲座 通过音乐来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神与人的对话 第四讲了 他将介绍 布拉姆斯 与现代音乐家 约翰凯奇的音乐理念 欢迎参加 每次念到这个我都会讲说 约翰凯奇是谁我不认识 希望大家都认识 不认识的也没关系 记得参加 郭耿为老师会 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 好 还有 非常感谢主 我们TKC在3月5号到3月7号 我们举办的春季灵修会 我们非常成功 尤其是我们邀请到台南东门巴克里纪念教会的刘炳希牧师 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经验分享与正道 帮助我们更多的体会 与过天晴 一切都有主的掌权 主都有他的美意与计划 再次感谢刘牧师的摆上 还有所有弟兄姐妹的参与 接下来 邀请大家 回顾过去一年来 我们在这个COVID-19病毒的奋斗的经验 想想上帝带领 陪伴我们走过这个死印的山谷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段惊慌受苦的灾难经验 对我们今年大灾节的灵修有什么启示 经过这个死前未有的大灾难 每一个人每个家庭 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亲友 受到病毒的侵害的经验 请各位写下你的感想 或是祈祷文 一句一篇 甚至是一段诗歌 我们都欢迎 可以分享在你在读 书里面读到 新闻看到 或是讲到中 听到任何感动你的讯息 请在3月28号以前 E-mail给裴隆长老 我们会做成PowerPoint 你可以决定不要聚名 我们将以文带语的方式 在复活节的主日 主日学中分享 还有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 我们的妇女团契 会举办线上的妇女春季茶会 那举办的日期 还有参加的方式在底下 请大家自己看 另外很高兴 蔡牧师前天晚上 刚刚从台湾回到纽泽西 欢迎她回来 而且非常感恩 蔡牧师立刻就摆上 那今天就要来为我们证道 好 接下来有一些小会的公告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教会 还没有改善我们的通风工程之前 请会有还有团契小组 如果你要使用教会的设施的时候 除了戴口罩以外 请在使用前后擦拭所有 你所用过的这个门把还有桌椅 并且遵守CDC还有纽泽西的相关规定 包括降低空间使用密度到50% 还有每个人保持6英尺的间距 如果从外周旅游回来 回到这个大纽约地区 请自行居家隔离10天 如果有国外旅游的弟兄姐妹 记得参考CDC的防疫指示 好 接下来 小会决议在3月27号 礼拜六12点到3点 我们会举办同工训练会 邀请所有的长职士 各团契的同工 还有甚至会友们 可以一同上网来参与 除了有我们会有事工的报告 还有讨论以外 我们也邀请到了苏惠智牧师 与上帝同工建造他的店为题 来勉励我们 我们会一起讨论事工的目标 还有思维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想要参加的弟兄姐妹们 请思考一个问题 上帝正在我们教会做什么工 并请先阅读哥林多前书 3章1到23节 今天很开心 我们许久未见的Mandy妈妈 要来带领我们做今天的进化 是 是 哈啰 各位早安 感谢主让今天让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主 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主 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宣召 请大家可以unmute你自己 那等到中的时候 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宣召 我们在大灾界祈礼 敬拜主 这是省察我们内心与生活的时刻 更是借由上的受福 与基督同行的旅程 让我们全心寻求上帝 并珍藏 让我们全心寻求上帝 并珍藏 神的化 在我们的心灵 上帝已经注明我们为他所疼惜的尘土 并且 并且呼叫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感谢主 感谢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用诗歌一起的来敬拜他 在开始我们的敬拜赞美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主我们要赞美你 因为你是荣耀的神 全能的君王 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也是齐在精在永在的神 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 在过去一周平安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也谢谢主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有儿子的名分 主我们真的为到这些感谢赞美你 也谢谢你把牧师 蔡牧师昨天平安的从台湾带回到我们当中 主当我们今天要聚集的时候 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也让我们今天的网路连线一切很稳定 能够很没有任何的干扰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第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用 荣耀归于真神来敬拜我们的主 荣耀归于真神 尊贵神将来中指的名求 带我尊贝神将叛禅与我们下路 千万祝神将叛禅与我们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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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 令我写何等全美救恩 真身应许赐给 唤醒他的人 在当中之追回 我真心相信 一心靠住 求彼他奢聚之恩 赞美主 赞美主 全力领领主神 赞美主 赞美主 和民快乐关系 请待这圣子耶稣来到复权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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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当奇妙改变 更纯洁无暇 葬礼主 葬礼主 圣语聆听主神 葬礼主 葬礼主 葬礼快乐我心 今来这世子耶稣来到父亲 荣耀归主 祂一转救那时空 荣耀归主 祂一转救那时空 荣耀归主 葬礼主 葬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那个 呃走在户外慢慢的 那个每一家每户的草皮 都慢慢的变绿 那其实每年的草皮要好看 其实是前一年就是去年 如果今年要好看 就是去年就必须撒种子 所以就是说 当种子撒下去的时候 它才或者是花 它也是去年就要撒 就是说当你撒种子的时候 当水给它浇水 它才会在隔年 才会长出好看的草皮 或者是花朵 其实也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 我们是不是当一位 刚一个麦子 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种子 当自己是个种子撒在 神要我们被撒在的土壤上 而让神去做他想要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们今天 在圣经有说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子 想想如果说 你们家有很多那种草的种子 如果去年不撒的话 那它到今年还是一颗种子 但是如果你撒了 撒在地体的草皮 在那个土壤里的话 那它今年可能就会结出果子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 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他仍旧是他自己 它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让自己被掩埋 被拥挤 就必结出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一粒麦子 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不论过了多少时候 它仍旧是他自己 它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被拥挤 就必结出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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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 吃上生命一分的身影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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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以为赢得的权利 在我身上成就的旨意 一粒麦子 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无论过了多少时候 它仍旧是他自己 它若愿意 让自己被掩埋 被涌监 就必结出许多子力 经历生命的奇迹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让自己像终子落在地里 试上生命一番的伤意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放下自以为应该的决定 在我身上拯救你之一 祝我愿意 祝我愿意 想要能够一个人 可以帮下自己 让自己有心情的理想 不早如此创造 从此何能渺小 拼尽了感之后 一件神的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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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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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自以为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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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是 悔罪邀请 祝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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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旧的生活已经过去 新的生命已经开始 要知道我们以得盛免 心中有平安 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读经时间 今天要读的是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 那请兄姐可以打unmute 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 约翰福音12章20到26 20节请 上去过节做礼拜的人 有些是西班人 他们来到加利利的博 在大人斐利那里 请求他说 先生我们想见耶稣 比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就和比利去告诉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人死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时的荣耀的时候 再告诉你们 利利迈死 若不入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利利 如果死了 就耶稣许说我死了 25节 爱惜你自己生命的 就放掉生命 再次是恨恨自己生命的 必会保全生命到永远 若有人不是我 就应该跟从我 我在哪里 不是我的人也会在哪里 如果有人不是我 我必不被责重他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今天很高兴 牧师回来要与我们正道 今天正道的主题是 天国的麦子 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 这个题目是 天国的麦子 在还没有领受信息之前 先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爱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透过礼拜天 弟兄姐妹再一次聚集 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领受神的爱 也一起来分享主 你教导我们所有的信息 主啊 透过分享这些信息 让我们更加确定 我们在你的心目中 是何等的宝贵 因为我们受造成为主你的儿女 我们也要将这样子的福分 分享给四周围的人 求你继续加添力量 在我们当中 你的圣灵来亲自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明白 你是何等美善的神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奉绝出基督的名求 阿们 在今天早上呢 我们要来一起来用 天国的麦子 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来分享 前一阵子呢 我有回到台湾 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过一天到两天之后 台湾就发生了 所谓的凤梨事件 那这个凤梨事件呢 就是指说 台湾本来在三月之后 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之后一直到六月的这段时间呢 是凤梨的产季 那凤梨的产季呢 在很多种凤梨的这些果园 或是果农呢 他们都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们台湾的凤梨 非常的甜 非常的好吃 然后行销全世界 可是却在这个时候呢 对岸的中国 他取消了凤梨的订单 所以导致很多栽种凤梨的果农 开始担心 自己的凤梨可能销不出去 在那个时候呢 我也为了这个事情 就祷告神 那神给我的感动呢 就分享在我自己的脸书上面 就是其实 拥有很好的品种 很好的产品的这些 农作农员呢 或者是农夫 其实并不需要担心 只要他自己生产的品质 他自己生产的品种够好 这个品种 就有许多的人会喜欢 所以就算是有买家 不愿意下单来买这些凤梨 另外有一些人 他会欣赏到这些凤梨的好 所以他会下单来买这个凤梨 所以拥有凤梨的人呢 其实是最大的赢家 这是神给我的感动 放在脸书上面 跟其他人分享 那很多的人认为说 得到凤梨的这个品种 其实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网路上有 传闻就指说 有可能是中国 他已经有得到这个凤梨的品种 的摘种的方法 所以他们就比较 不用再要进口 所以他取消了这个订单 然而我们应该要知道 很多的人呢 虽然得到很好的 这个品种 来摘种 可是摘种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来影响这个摘种的结果 所以有可能这个摘种的土壤 或者是摘种的天气 或者是摘种的一切的环境 还有农夫的浇灌 他的照顾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台湾因为 号称是水果王国 所以我们对水果的 一个摘种的爱心 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有很多地方的农民 他们的爱心的摘种 其实是其他的国家比不上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认为我自认为台湾的凤梨 还是非常有优势 能够消到全世界 在今天早上 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跟这个品种 有点点相关的一个经文 等一下我会解释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这个希腊人 来找耶稣的学生菲利 那希腊人呢 是当时候一个比较 就是感觉上比较高尚的种族 因为在当时候的犹太人 是被殖民的情况底下 那希腊人呢 因为他们影响到这个 这个罗马帝国的文化 所以希腊人呢 被许多的人认为是 很有文化的 文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族 那这个希腊人来找菲利 菲利是耶稣的学生 他来找菲利呢 是希望菲利能够介绍耶稣 给他们认识 借由菲利的介绍呢 这些人要见耶稣 那这些希腊人 他们见耶稣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想要来问耶稣 菲利于是就联络了他的好朋友 安德烈 找到耶稣 我们从约翰福音其他的记载 当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菲利这个人 还有他所找的朋友 安德烈 这两个人呢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人 其实眼光都非常的好 他们看人 看事情 都非常的精准 约翰福音第一章 就记载说 菲利一看到耶稣 就知道他是救世主 又带着他的好朋友 拿蛋液去见耶稣 那菲利这个人呢 他非常的热心 带人见耶稣 所以有希腊人来拜托他 就好像把菲利当成是 耶稣的代言人 或者是耶稣的经纪人 这样子的角色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人可以成为 耶稣的代言人呢 什么人可以成为 耶稣的代理呢 我想一定是 与耶稣关系非常密切的人 兄弟姐妹 如果有一天你在普通时候 所认识的朋友 所交往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亲人 会主动要求你 想要来你所参加的教会 走一走 看一看 那么这可能就是代表 你是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你是一个很好的代理人 因为你很有办法 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 想要透过你来认识耶稣 不过也是有人成为 耶稣的代言人 却把人吸引到自己的面前 没有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菲利两次带人来到 耶稣的面前 都要这些 他所带领的这些人说 你们要自己用心来体会 用眼来观察 要他们将问题 直接带来问耶稣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透过这样子的做法 人要从我们的身上 来看见耶稣 人要透过我们来看见耶稣 我们要使人看见耶稣的第一步 与我们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能够代表主耶稣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当我们活出如同耶稣的样式 人们就会受到吸引 第二步呢 是要求耶稣亲自向那些人显现 向那些人说话 比我们自己说的口干舌燥 更有效果 但是到底我们要如何做 才能够求耶稣亲自向那些人显现 向那些人说话呢 我们应当要求圣灵来动工 圣灵就是耶稣基督 自己本身也是圣灵 他们是三位一体的 上帝的灵 耶稣基督的灵 与圣灵 其实是同一位 当圣灵动工运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同时也会感动到那些我们所带领的人 当圣灵动工在我们所带领的人当中 我们就可以带领他们来见到耶稣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行为 是不是能够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开始自己受到圣灵的引导与帮助 耶稣面对来找他的这些人这么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人的生命若是如同一粒麦子 就不害怕死亡 又落入土里 因为泥土的养分 能够使这个麦子成长 然后结石累累 这样就成就了生命的延续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并不是一粒麦子 而是一颗石头呢 恐怕埋了再久 也结不出什么果实来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 可是在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当中 却是很少人有亲自经验 与耶稣同在的经验 可以说除了后来的人 曾见证在自己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当中 曾亲自经历过耶稣之外 最直接接触过耶稣的人 恐怕就只有与耶稣同时及出生 同地点出入的这些人了 这些人当中 很多后来都成为耶稣的门徒 信徒 等到这些亲眼见证耶稣的人都过世之后 后世代的人要如何相信耶稣 真的是救主呢 必须是要这些跟随过耶稣的第一代的门徒 第一代的信徒的这些人 一而再 再而三 有经历耶稣基督是救主的这样子的经验 这样子的见证 证明第一代的人所传讲的是事实 这样子的信仰才能够流传下去 也因为这样子的信仰流传 扩展 门徒与信徒 他在这个世上的生命结束 就不会是一件让人惊吓或者是使人害怕的事情 一粒麦子若是死了 埋在土里 他所结出来的果实 要证明他是否是品种很好的麦子 是否是品质很优良的麦子 一个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信徒 他的生命见证的确能够产生影响力 使人从这个信徒的身上 看见属于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会影响许多人来相信耶稣 所以耶稣基督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做最好的示范 甘心乐意替世人替世上的人来受苦 受定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的是要保全救赎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 但是我们世上的人要如何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而活呢 我常常在我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要问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 我也请大家能够现在写下来你的答案是什么 有机会我们等一下在祷告会的时候可以分享这个答案 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否就是相信自己在地上生命结束的那一天能够进入到天堂呢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他只要回答yes or no 就是你是否相信自己在地上的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到 就是你是否相信自己能够进入到天堂呢 yes or no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假设这个天堂是有主人的 那你是否有确信说这个天堂的主人是会让你进入到天堂 而且呢 是凭什么条件进入到天堂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yes or no 第二个问题就比较难 你凭什么条件进入到这个天堂 如果这个天堂的主人问你说 你是你要我接纳你的话 你是凭什么条件 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很多时候当我问到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问我所传讲这个福音的对象 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过这两个问题 那人在什么时候会想到这样子的问题呢 通常是我们的生命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 甚至遇到危险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个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好像逼近我们的时候 好像已经临在 好像已经临到我们 已经在我们的门口 在等着我们的时候 那种急迫性 会让我们去思想 这个生命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思想这个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准备好了吗 我们真的有准备好 要去面对这个生命 有一天会结束 而那个结束的那一天 已经快要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每一天都活着 像是这个生命即将要失去的那一天 只有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去思想 这个生命真正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把握住这个生命 这个上帝所创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 所带来真正宝贵的意义 耶稣基督告诉来寻求他的人这么说 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的父必尊重他 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奇妙 十分奥妙的一句话 耶稣说有一种人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 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是服侍耶稣 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的人 什么人是服侍耶稣的人呢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这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姐妹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我们需要学习 如何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 的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这个样式呢 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出来服侍的样式 但是我们需要善待别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 我们需要善待别人到一个地步 就是这些受我们款待的对象 学习到我们善待他的一个好榜样 然后继续用这样子的好榜样 去善待更多的人 这样子传福音的方式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在这里面 这样子的传福音才能够吸引人 才能够感动人 才能够使人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主耶稣 相信主耶稣 所以真正感动人的传福音 并不是我们的口 多么会讲道理 也不是我们的圣经背得多么熟 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没有将这些耶稣基督教导的道理 活出来 我们有没有按照耶稣 所教导我们的态度 去爱上帝 服侍上帝 而且更以这样子的爱心 来去爱人 服侍人 我们若是以上帝的爱 尽力的来服侍人 这些人会从我们的身上 看见上帝的爱 他们就不会想要离开我们 他们就不会想要离开教会 他们也不会想要离开上帝 最奇妙的就是 我们的服侍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 我们可能没有了解到 这句话有多么大的权柄 权力 我们的服侍会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 这句话是代表着多么大的权力 若是你心中正在做决定 然后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你求问上帝说 有没有允许你做这件事 那这样子的行为呢 叫做你尊重上帝 这么说来 什么叫做上帝尊重你 就是颠倒过来 上帝做决定的时候 来找你商量 找你讨论 尊重你的意见 这样子的权力是不是很大呢 不只是我想要得到这样子的权力 我想在座的各位 连美国的总统 应该也都很想要得到吧 那么要如何去做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尊重呢 服侍上帝 听从上帝的话 跟随他的脚步 来走人生的路 弟兄姐妹 耶稣所说的这句话 也成为我每一次 为有需要的人祷告的时候 心里面所存的一个确信 与根据 我都会在祷告当中 跟上帝求 跟上帝讨 求主垂听我的恳求 因为我正在服侍 他所疼爱的 上帝是否垂听我的祈祷呢 上帝每一次都听我的祈祷 这就是天父上帝的尊重 当别人透过我们 以及我们的手所做的工 来看见耶稣 来相信耶稣 甚至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本身就成为了 一粒天国出品的麦子 不是 这个品种不是台湾种 也不是美国种 而是天国种 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实 要成为实实在在的 天国的品种 这个天国的品种 是永远不会败坏的 因此 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在这世界上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就没有遗憾 因为我们确实 会再次延续上帝所赐予 永远的生命 与这些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 一起成为光明之子 一起成为光明的儿女 一起相约在永远恩典的家中 上帝所为我们预备天赋 永远恩典的家中 一起再相见 这是我们对永远生生命的盼望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成为一粒 天国品种的麦子 落在这个世上的泥土里 主我们需要透过 你爱心的栽种 才能够结出 属于你的果实 虽然我们会经历挫折 虽然我们会经历困难的环境 纵使主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有盼望 我们知道 我们不会被 我们不会因此被打败 我们不会因此而败坏 我们只需要单单的仰望你 寻求你的帮助 寻求你的喂养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预备我们的心 成为你的圣殿 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 使麦子发芽成长 开花结果的好土地 主啊也盼望我们 成为一个 可以结实的果子 主啊 我们再一次 求你继续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所摆上的一切 使用我们所奉献的 让我们所奉献的 能够为主你发光 荣耀主你的名 也帮助更多的人 透过我们所奉献的一切 来看见你 相信你 甚至愿意 跟我们一起 摆上我们自己 跟随你的脚步 来走 永远生命的道路 我们这样祈求 都是奉靠 绝书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牧师 今天为我们的正道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回应师哥 我们来回应师哥 是我们是光明之子 就像牧师所说的 我们要行走在神的光中 那我们一起 来同心来赞美主 来回应神的话 我们是光明之子 证明在我们的心结 相信了这种子 都一天又一天 是天赋作私的恩典 我是光明之子 天赋在我们的心结 这星星与种子 都一天又一天 这个黑暗 一种旧考验 阳光为我们 灯光笑脸 黑暗 一起离我们好远 小生一个人 沉沉渐渐渐 中文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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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我们是光明之子 中文向全世界 就是黑暗的種種考驗 陽光為我們 相放笑臉 黑暗 引起離我們好遠 笑聲與歌聲 戰色編編 我們像這個世界 我們像這個世界 結果我們是 光明是子 陽光 為我們 相放笑臉 黑暗 引起離我們好遠 笑聲與歌聲 戰色編編 我們像這個世界 我們像這個世界 結果我們是 光明是子 1 2 3 4 陽光 為我們 相放笑臉 黑暗 引起離我們好遠 笑聲與歌聲 戰色編編 我們像這個世界 我們像這個世界 結果我們是 光明是子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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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我们的奉献 为了加强教会 会内互相的照顾 教会人非常需要 大家的定期奉献来支持 那可以将你的支票 进到教会 接下来我们请牧师 为我们祷告 主内交通与带导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悲阿们的父神 我们求祢 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啊 当我们 为着我们身边的人 来带导 来带求的时候 主啊 我们正在服侍 你所爱的 兄弟姐妹 主啊 这些生命是你所爱惜的 主啊 求你 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 透过我们手所做的功 透过我们 的 所做所为 能够 帮助这些 我们所带求 所带导的 兄弟姐妹 更加的 更加的 看见你 更加的 认识你 更加 明白 你就是那一位 爱他们的主 主啊 主啊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举起 我们的双手 为着 有需要的 兄弟姐妹 来祷告 为着我们 所有 兄弟姐妹 的 亲人 来祷告 我们知道 有人的 父母亲 这个时候 身体 有病痛 主啊 我们求你 自己来 医治 还有我们 自己的 弟兄姐妹 也有 接受 治疗的 也有 正在 恢复当中的 主啊 都求 你看顾 保护 在这一段 防疫期间 许多人 有心理的 忧伤 有心理的 恐惧 主啊 我们都求你 挪去 求你让我们 心里 依然 能够 领受 你的平安 依然 能够 期待 再一次 喜乐 的日子 主啊 我们求你 加添力量 在所有 防疫工作 上面 让所有的 防疫工作 没有白负 主让 许许多多的人 在第一线 的服务 服事 能够 蒙你 所 悦纳 加添力量 祝福 到每一个 角落 让我们 早一日 能够脱离 这个病症 的 残扰 主啊 也让我们 继续教训 愿意 用更节制 更加彼此 相爱 的态度 来过我们 往后 的每一天 主啊 我们求你 扶持 经济 上面 受到困扰 受到 损失 有需要 有欠缺 的这些家庭 主啊 我们也求 你看顾 所有 每一个 家庭里面 我们的 儿女 包括 这个时候 有怀孕的 姐妹 在我们当中 主求你 祝福 他们所 怀的 胎 这个 胎儿 在 妈妈的 肚子里面 直到 生出来 在 主里 有你的 爱的 环境里面 来长大 直到 长成 你所 喜悦的 样式 主啊 我们也求你 帮助 家天 在 美国 这个社会 我们听到 让我们 很震惊的 消息 看到 有 亚裔的 美国人 受到 攻击 丧失 生命 我们的心中 非常的 疼痛 我们求你 制止 这样子 暴力的 行为 主啊 让我们 每一个人 每一个 种族 都能够 看到 与我们 不同的 种族 与我们 不同的 这些人 他们的 身上 有上帝的 形象 有上帝 所 遮盖的 印记 他们 也是 你所 疼爱 的人 主啊 我们求你 继续 垂听 我们 彼此 互相 的 带导 让我们 每一个 祷告 都成为 新香的 祭 陷在 你的 面前 在这个 时候 我要邀请 每一个 弟兄姐妹 能够 unmute 我们一起 用主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的 主导文 一起来 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 祝福 愿人 能够 遵 你的 名 为 胜 愿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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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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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我们不在 如同我们每人的不在 不叫我们遇见世叹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全力 荣耀 全力 直到永远 阿们 请我们一起起立 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耶稣基督的救恩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相通充满与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也与我们所挂念的亲人朋友同在 与怀孕的姐妹同在 与第一线做防疫研究的医护人员 防疫人员 工作人员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接下来这个是接下来下周的台美教会的活动 那欢迎兄姐能够踊跃地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礼拜就到这里 我们自己末导后避讳 那等一下待会两点有我们的祷告会 那欢迎兄姐能够留步不要下线 然后能够准时参加 好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帮忙 那我先帮忙 都好 那我们要不要下线 我先帮忙 在哪里 我们要不要下线 那我要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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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多杨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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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是你夢裡 還沒遇上過的事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好的白癡 上帝當中 拯救一切 讓你看到的事情 在不知情 直到永遠 她的大人永不改變 上帝當中 拯救一切 讓你看到的事情 在不知情 直到永遠 她的大人永不變 在不知情 未曾談過的事情 還有耳朵 未曾聽過的事 是你 還沒遇上過的事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好的白癡 上帝能否 拯救一切 讓你看到的事情 想必能否 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知 簡直到永遠 踏踏踏踏永不顧 那些勇氣 未曾盼駁的事情 愛而過 未曾聽過的事 甚至是你 還沒有想過的事 上帝 早已預備 比那些愛他的邁信 上帝 能夠 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知 簡直到永遠 踏踏踏踏踏不改變 上帝 能夠 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等不知 簡直到永遠 踏踏踏踏踏踏踏不改變 上帝 能夠 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成就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变 更不知情直到永远 他的大人永不变 未经许可,不知情直到永远 圣经许可,不知情直到永远 得可,不知情直到永远 筐 engaged 感谢观看